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方節目 是不是覺得看直播台見了兩個人很悶呢 選來這裡是對的,因為在這裡看東西 不會有兩個見到三十年都是這兩個人說話 是不是悶到出汁呢? 所以來我們看就對了 看我們大明大方今天請兩個年輕人上來跟我們說話 為什麼呢?先說一說他年輕的意思是相對年輕 因為相對隔離直播的兩件今天上來的嘉賓是年輕 第二為甚麼是年輕呢? 就是他們是慢慢在這個政治階梯上的 就不會好像當年八十年代香港開放政治的時候 突然爆上去二十多歲做立法會議員 現在二十多歲做區議員都很困難 所以在談談之下為什麼要找他們上來呢? 因為願意由基層做這個政治都不簡單 但是基層的意思是怎樣呢?由區議員就掃起 今天就1月1號 除了大家看到黃春平究竟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之外 其實做共產黨員有甚麼問題呢? 承認也好,光明磊落,一件很偉大的事 你猜個個這麼容易入黨嗎? 但其實真正的焦點就不是誰做區議員 而是今天區議員的委任那班 就今天剛剛就出任了,上任了 有六十多位的,六十八人做 任期就是四年 但是除此之外,有四百多個區議員民選 民選加委任,委任就少了 新區議員就上了 但是很多人都說,委任那些究竟有甚麼作用啊? 是不是又在搞搞鎮啊? 搞亂那個區議員秩序啊? 一定是為了上位啊,掠錢啊 接著就有很多負面的事情談出來 是不是真的這麼負面呢? 兩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 一個民選,一個真是委任了 左手邊那位,范國威,西貢區民選區議員 新同盟是吧? 新同盟的成員 對面那位,周浩鼎,青年民建聯主席 不過剛剛也都遇到剛剛,說離島區區議員 我都硬硬爆頭 所以一會再問一下他,先問一下范國威 今天開檔了,區議會又開始 你這個區有幾個委任區議員 少了,你不要罵政府 再取消委任議席 但是你這麼多年見他們 其實委任議員做了些甚麼? 以這個區為例 委任議員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其實就是在議會裏面為政府的政策 是補價護航的 過去有很多次的民調調查 都是發覺委任議員 無論是在地區裏面接觸市民的次數 是會比民選的員少 他在議會裏面的發言權 提案的次數 也都是遠遠比一些 投過選舉產生的民選議員 那個積極性是低的 但是去到一些重要的政策的討論 在議會裏面要投票的情況的話 那時候他就發揮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但是我所知最重要的區議員 是撥款那裏 有很多康樂活動 包括小公園的卵石徑 包括早前那些海鮮團 90元才是區議會贊助 撥款那裏 委任議員有沒有功勞? 委任議員一定有 一定有 在議會裏面掌控了議會的主導權 你不單是區議會的主席 政府主席的選舉 各國常設的委員會政府的選舉 委任議員都有份參與 亦都保障得到他們能夠 建制派或者保皇黨 是有一個主導權 當政府需要一些重要的時刻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發揮很重要的力量 講到這樣 你做委任 委任背後有一個叫做政府 撥一下你 哪些選舉投票機器 say yes machine 不是的 我是沒有遇過 我沒有聽過這樣 基本上我自己也沒有人 跟我說過叫我去做一個 你剛才說過的 反而我想說 由原先開初 這個委任制度很開初的時候 希望招攬一些不同界別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 進入議會裏面 希望他們都可以給一些專業意見 本來是這樣的想法 大家都希望是這樣 其實我亦都覺得 反過來過往這麼久以來 當然范國威可能說了 他見到的一件事 但是也有些case可能就是告訴我們 有資的委任議員 其實他們都擺過很多心機 擺過很多工作 其實他們都是有盡過心力去做的 即是見過市民 接觸居民 解決他們的問題 一樣都會去發言 做回他們應該要做的 我想 我就不是很想 一捉糕打死船人 全部人都說 他們去拆 因為如果我這樣做 就等於對那些過往 其實真的有給過心機做過這份工作的人 對他們真的不是很公平 我想問問你 你為何不選呢 其實 我 我 又說說 貴黨又支持民主 沒有理由接受委任 明白 我上一次那天公佈了之後 千禧年代的節目也有打過 問我也是這件事 我又說多次的故事 其實我之前 我是這一屆 我本來都是想去參選的 但是因為我是轉過區 而事實我轉了區之後 我是去新界西 我是在荃灣的 我去了荃灣之後 因為我本來都開展了一些工作 但是後來 就是我們自己黨 就是大家 因為這些不是我個人的決定 當然要大家一個組織 大家談 做完一陣子之後 他們都覺得 好像都是 時間上 或者都是 始終因為我轉過 都是太過闖傳 他們覺得都是 不要了 說真的 你繼續 你都是服務 市民 你繼續做你繼續要做的事情 但是 我們就決定了 我就沒有去參加 但是對比起其他青年的人 不好意思 我都問他很多事情 很辛苦 你又有一個 另一個黨友叫桂亭剛 都是青年的 人家這麼辛苦 才做到中央政策組的 非全職顧問 這麼辛苦爬這個 哇 你一上就上區議員 又鬥月薪 人家就得居馬費幾塊錢 你是不是覺得 踩著人上 不是 我想應該就是 無論怎樣都好 我自己會覺得 對於這個崗位來說 無論我是民選好 或者我是委任都好 對我來說 我更加重要的focus是 究竟我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有沒有做好我要做的工作 就是能不能夠 可以滿足市民對我的期望 因為對我來說 我都是要做的 還有可能將來 我們都希望 我自己都說 我都希望 走出來 做一個直選 就是參與一個直選 我都希望要這樣做 所以我一定要是 做好我要做的事情 但是范國威 直選和委任 是否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商量 在地區議題上面不是 不過最重要的 我相信 我們的討論不是針對個人 最重要反而是制度 你當然可以說 有某某的委任議員 可能是相對勤力 但是當然我們討論制度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贊成委任議員 應該是要存在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政治的平等性 或者透過普選產生的議員 那個政治公平 剛才主持也有說過 本來我也想用你的例子 為什麼你的私底 或者你的黨友 是不能去做委任議員 或者街上任何一位的主任人士 或者有心服務香港人 是不會被選擇的委任議員 其實我也很想服務 你可以被選擇 然後幾年拿到政府 接近百萬的公帑 去做新津津貼 去服務社會 為什麼會有這些政治特權呢 這個真是一個問題 不是你個人本身 不是你個人本身 在街上很多人都想服務香港 為什麼會選擇你呢 這個真是一個問題 我自己就會覺得 其實對我來說 我沒有什麼去花那個想法 去做一些所謂的猜測 或者去想 究竟為什麼他要選某一個人 而不選他 因為說真的也不是我去決定 說真的我自己只是做 我只能夠在我崗位上 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還有我自己也都 說真的我自己的評價 自己也都不太好 我覺得寧願 不如我做了的東西出來 別人去看到 覺得對不對 我寧願這樣就可能 其實政府怎麼去看委任 你出了幾屆 怎麼去觀察 他有沒有手手腳腳 其實背後去想 什麼樣子 怎麼擺人 那些很明顯 我自己觀察的很多委任議員 他們真的和政府是同聲同氣 在我2001年 是的 2000年1月1日開始 是做第一任的區議員 我見過有些委任議員 曾經提過一些議案 在議會上 或者是投票的立場 和政府推出來的諮詢是不同的 曾經試過有一個 是說這個賭波合法化 他做了一任之後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但是很多的委任議員 其實是連續做兩任的 就是被委任兩屆 但是如果你不聽話 或者你在議會裡面 發言的口徑和政府不同的話 政府就很有可能 是不會再委任你 這是我們觀察得到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制度上面 政府選的 是會選一些 順應政府的意願 就是重要的時間出來 是要為政府 就是你受人錢財 替人消災 幫政府做一些工作 但是我覺得周浩鼎未必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他政府可能說 我委任 你給我一些提名 民建聯 我提這個人上去 背後其實是因為民建聯 而多於你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都是誠如我剛才說的 我始終我沒有自己回去想 究竟為什麼是我 或者為什麼不是誰 最終我們說 我最重要是做好的事情 不過回應剛才范國威說的 他說 好像究竟是否政府一定推出來的 就是因為你這個委任的位置 而導致你一定全部都要舉手 我想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老實說 事實來 我自己本身 就算地區的議題 就算你說有些政策下來 我自己也不是說 我會就這樣 不看這些事情 就這樣就舉的 我都要看過那些東西 去研究過 還有可能牽涉到一些大的政策 可能我回去也會跟我們自己的黨團 我們自己有黨團 我們自己有黨團 我相信每一個黨都是 你們都會 回去是會商量的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 哪怕你剛才說 我很想就這樣自己去舉手 但原來發覺 我想舉都不行 為什麼呢 他的問題就是 我始終回去 我都要跟我的黨團 大家都要商量 我意思是說一些重大政策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跳區跳來跳去不像 二千年扎根十二年 很多人都怕 你委任也好 慢慢在地區那裡 黏住了 上不了位子 也有一些街坊說 你不要黏住 我打算你做區議員 你彈上去的話 用什麼好像何俊仁那樣 萬一 沒有說不好聽 他怕無神做了特首 那就是三了 不是這樣 沒有理由這麼狼死 三樣一起做 那怎樣去衡量 民選有委任 都會面對這個困境 另一個重要的就是 我相信在制度上 為什麼要選議員 或者為什麼參政 或者為什麼議政 很多人當時要關心香港 或者服務社會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要經歷那個考試 官員就是 文官制度 經歷一個 好像以前的科舉 或者現在的考核 議員就是透過選舉 透過民意的考試 試煉 洗禮 那你才能夠獲得市民的授權 你在議會裏面才發揮的功能 就是 譬如在諮詢架構裏面 向政府提一些 提一些 貼近民意社會 脈搏的政策倡議 又或者是監察政府的運作 但是委任區議員 就沒有經歷過這個洗禮的話 那變成 你在議會裏面 是沒有扮演得到 就是那個 我們說 就是正式的 政治倫理裏面 那個民意的授權 所以你在法言上 你都會有所虧欠 又或者甚至乎 有些建制派的智囊都會說 接下來有很多時候 立法會的超級議員 連委任議員 在這一屆裏面 都沒有投票權 就是說你們的功能 是有缺失的 又或者是有缺陷的 是被閹割的 你們是扮演的 一些在制度裏面 一些異等的議員 這個其實我也替你 有可惜 你有這個方議的 是不是這樣呢 不要緊 休息回來 再給周浩鼎說 因為我也想問一下 他怎樣拿到居民的支持 他委任完之後 繼續留在來到區議會 不要走開 一會很快就休息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